暖暖清水公園正式啟動 暖暖清水季開幕囉 特別強調祖孫共榮 和全靈健康樂活的理念 活動現場設有各式年齡層 參與的遊戲和教育項目 金融市衛生局 特別設計了富有教育意義的闖關遊戲 想參與者選擇失智症的十大警訊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阿公阿嬤 年紀越來越大 那如果他常常忘記事情 是不是失智症呢 如果有他比較熟悉的地方 也忘記脾氣變得不一樣 有一些失智症的十大警訊 我們可以到我們衛生局的攤位 玩水之後來這邊休息一下 學一下十大警訊 然後玩一下是非題 然後換小禮物喔 我們會跟大家討論什麼是 失智症的警訊什麼不是 例如說我沒去過的地方 我迷路 這樣子算是失智症嗎 可能就不一定是喔 學知識還可以兌換小禮物 另外還能了解 看 問 留 播 這四大守護任務 如果我認識他 我就打電話給他家裡面的人 如果我不認識他 我就打110找警察來幫忙 我們叫看 問 留 播 我就可以在我的身邊 照顧好我們社區裡面 每一個阿公阿嬤 如果他有早期失智症 我們今天在活動裡面 也教大家 怎麼樣跟失智的長輩相處 要或不要跟他吵架 要或不要跟他辯論 或者是說 要怎麼樣佈置我們的環境 要怎麼樣問他 要吃什麼東西 要考他嗎 還是要怎麼順著他 然後讓他選比較簡單的題目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 一起跟大家 照顧失智長輩的方法喔 透過預教娛樂的方式 提升民眾 對早期症狀的病識能力 進而達到 即早發現 即早治療的目標 很讚 讓這個大人小孩 都可以一起來 參與這樣的好的活動 有來跟我們講解 失智症有十大的警訊 讓我們能夠 提早發現 提早就醫 台灣已經邁入了高年化的社會 藉這個機會 大家一起來重視 失智的相關症狀 一起維護長輩的健康 創新的宣導方式 不僅吸引長者參與 也讓年輕一代更加了解 如何關心身邊的長輩 建立一個更友善 更具包容性的社區環境 另外 基隆市衛生局也在活動中 設立了兒童發展諮詢攤位 向家長介紹 簡單易行的發展篩檢工具 提高家長 對孩子成長狀況的關注度 我們0到6歲 我們的幼兒在成長的階段 他的發展是不是有遲緩呢 我們今天有準備了 兒童發展篩檢的工具 那我們的市民朋友 也可以帶著我們的小朋友 到我們的衛生所 或是有幫我們做 兒童發展篩檢的醫療院所 一些兒科的診所 他們會幫我們評估 我們的家裡的小朋友 是不是有正常的發展喔 早一點發現發展遲緩 早一點做療癒 會讓我們的每一個寶貝 都健康長大 即時的篩檢和評估 可以大大降低兒童發展遲緩的風險 為孩子的健康成長 保駕護航 今天在衛生局的攤位 他們介紹了很多 私自跟兒童有關的主題 那讓我們了解說 家長可以帶小朋友 去做一些篩檢 提早發現問題 我覺得這個攤位很好玩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 帶到這個暖暖清水劑 然後而且這個 有這個親子館的攤位 可以讓爸媽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同樂 衛生局辦的這個活動 我想是年年都要有 很高興可以來參與 從活動中增進親子關係 也提高了家長 對兒童發展的認知 為孩子的未來健康 奠立了良好基礎 旧市衛生局 透過創新的方式 關注老年人和兒童的需求 基隆市政府持續推動 活躍老化和在地老化的理念 營造一個包容 友善 健康的社區環境 暖暖清水劑 將持續到8月31號 歡迎市民踴躍參與 共同建構跨世代 和諧的美好社區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